其實做新媒體到初階的階段 你要有一些新的標籤跟擴張 你還是要靠不同KOL 跟你的合作跟分享 好那我們就聊到KOL了 那就變成說之前其實 在蔡英文時代 KOL會覺得說跟蔡英文合作很差 因為大家都認同她的理念 然後就說女性總統什麼的 很多標籤都是KOL所認同 同婚拿很多票 可是現在被賴清德出來 要接棒的時候 其實很少KOL願意出來 幫她直接發聲 就跟她同樣站台 你自己分析是哪裡出的問題 就是一直以來都沒有經營 就是一直以來 你一直以來都沒有標籤 那你等到選舉才要有標籤 很多人就會覺得你選舉會很重 台灣人有點很有趣 台灣人很熱衷選舉 但很討厭 你的一些東西是為了選舉 哈哈哈哈 就自命清高啊 就是台灣人就這樣 假到選 對啊 就是這樣這個不會演嘛 大家都有觀察到嗎 對啊 我會認同你就是出 我自己也很熱 但一定要為了選舉 好髒喔 哈哈 好噁心喔 那什麼不是為了選舉 對啦 對啊 所以你到現在這個點 才要做這些操作 其實就是偏玩 所以可以期待的 就比較像那一種 搞不好出現某一個時刻 可以怎麼玩 然後突然一個形象就跑出來 就是現在 所以如果你要幫她規劃 你會怎麼做 嗯假設 對 賴清德 對啊一些新的標籤 幫她弄的話 假設是她 我選擇放棄 啊 沒有啦 我都問她真完蛋 你剛剛不是說 你比較喜歡民進黨嗎 你直接放棄她 你幹嘛放棄啊 開玩笑開玩笑 因為現在說實話 你剛剛也說到 FB還是很重要 然後打空戰 對年輕人來說 非常非常重要 陸戰其實年輕人根本不在乎 可是現在民進黨最大的危機 就是相對年輕人支持者 少非常多 嗯 那所以要怎麼樣打空戰嗎 假設是你 我覺得包裝這種東西之前 要先看這個人的優點是什麼 那賴清德優點 那我覺得賴清德 我覺得賴清德其實他之前講 他願意跟習近平一起吃晚餐 討論的這個點 我覺得是一個還蠻好發揮的東西 就是共進晚餐系列這樣子嗎 對 就很像你如果今天是可以敢講這種話 你講出來大家也覺得這個很合理 那你就可以往這個方向 可能直言敢說的這種方向去走 然後可以打破框架的感覺 打破框架 然後甚至在媒體上讓他多一點 跟其他候選人的交鋒 可是他這樣講 民進黨內部可能一些大佬 會不會就覺得說 你怎麼可以講出要跟習近平吃飯這種話 他會不會就變走不下去了 其實如果什麼東西都要管大佬 你什麼都什麼都做不起來 可是他精孫欸 他只想要講這句話 你只想要 對 前面其實不一樣 那我感覺起來他包袱 相對會比蔡英文多更多啊 對 所以變成說他要講更多話 就像你說要打破一些包袱 甚至是更衝的走下去 會感覺起來會有一點難度 我覺得有難度欸 因為你說要敢講 他的敢講標籤贏不過柯文哲 對 我倒覺得 對他是可以做的嘛 是可以操作的 我倒覺得是他目前我看到一個 真的只有這條可以 可以做這東西 不是相對而是唯一 對啊 就是你真的也沒找到什麼 現在可以符合他的標籤 就除非他在行程中 又有什麼很有趣的 因為我 有要講到我是韓國瑜觀察家 好來 我先分析一下韓國瑜 韓國瑜這個人 我懷疑他小時候做錯事 他爸都把他關在廁所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你有沒有發現他所有的比喻 都離不開廁所跟浴室 塞子 對他會說浴缸要有水 水很大 對不對 你今天要泡澡 就必須有這個小塞子 沒有這個小塞子 你就沒有辦法泡澡 對不對 我跟你講的是大海 你跟我講一個小小的什麼 漱口碑 有沒有 你有沒有發現他 搞不好他人生所有的靈感 都是集中在說 就小時候最深的印象 就被觀察到別人 然後突然就是 突然產生了這個印象 然後以後我就自然而然來講出 這是屬於我的迷因 想一想在北農期間 每天躺在那邊睡覺 兔子跟著月亮走 他就想出來 對啊 所以這種東西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就是做工坊的時候 我會覺得很直接的工坊 有的時候並不能夠再 達到很好的傳播效果 但你如果可以善用比喻 善用一些金句的話 那就有可能可以讓這個東西 變成一個很有趣的一個符號 這個東西就會強化你的人設 因為柯文哲阿北的人設 就是很直 很敢言 然後不怕失言 這些東西到選舉 都會變成他的免死金牌 我就失言 不是 我就失言 我就道歉 然後他就沒有事了 你今天賴清德 我倒覺得說 你兩個令產的一些東西 延伸到論述 就是延伸到符貌 應該要 幕僚團隊要多發明一些 金句什麼 金孫講金句也很合理 其實 對啊 就先開自己玩笑 就變得免死金牌 對啊 你只要學韓國語這種善用一些比 但不要那麼誇 不要那麼誇 誇張 三粒變成兩粒 這種不要講 善用他的那個模式 其實 各國的選舉 到後面會很有魅力 其實都是 就是這些有趣的符號 都會是這個樣子 沒錯 因為我們現在都覺得選舉越來越無趣了 嗯 然後大家焦慮感很重 對啊 然後 yeah 然後就 大家都互罵 然後都 其實 我跟凱莉在 四年前我們在做川普的時候 我們就一直覺得說 美國那麼極端 台灣不能那麼極端 嗯 我們不要把人推到另外一邊去 可是 就是我們今年的觀察 就像我們剛剛整個在聊的重點 其實就變成說 把年輕人推到另外一邊了 對啊 這怎麼辦 是不是沒有辦法說賴清德出來說 好我們要選舉了 然後大家 就先把民進黨的 大家先說 有一些義勇軍可以閉嘴 欸 哈哈哈 我要幫民進黨講一句話 來 我幫民進黨講 我呼籲所有的年輕人 哦 你們可能都認為民進黨管得了所有的側翼 我跟你講民進黨管不了所有的側翼 可是我覺得 這個我們也聽過 可是我覺得不能這樣講 因為當初也是靠這些義勇軍贏的 然後現在 現在他們失控了 你就說 哦我們管不了他們 我覺得這樣非常不負責 不但他們是真的管不了 而且他們甚至黨中央 從去年就被臭臭幹爛到現在 因為去年選的非常差嘛 對 對啊 對啊 可是怎麼看都覺得今年的選戰的 目前手法跟去年非常的相似 欸 你不覺得最近在吵的很多議題 很像那個時候在罵陳時中嗎 呀 或者是論文案 然後全部又跑一次回來 對啊 然後還有怎麼在罵高鴻安的方式 現在就在罵那個 黃國昌 對黃國昌 對啊 我整個綠營PTSD都起來了 哇 不想想到不想想到 因為我相信非常多那個民進黨支持者 看到現在這個狀態 就是沒有那麼極端的 看到這狀態說 內心都會很 反而更焦慮說 為什麼又要重蹈覆轍 我們去年還沒有學到任何的課程 嗯 這種時候就會覺得 看到國民黨 我認真會覺得看到國民黨 那種老人感 對 老人會變 民進黨老人會被炒壞 我內心就覺得 哇 This is not right 這不是那時候我投給了政黨 現在發生什麼事 這種感覺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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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們現在有在聽年輕人 給他們建議嗎 我 你 你說有蠻多政治圈朋友 就你所知 他們有在聽年輕人建議嗎 對啊 感覺那些正規軍營會很焦慮 你都焦慮了 何況是在裡面工作的人 對啊 他們很焦慮啊 對啊 可是這又回到了一個 好 選舉是 好 韓國瑜說過什麼 選舉是票多的贏 選票少的輸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要想到一個點 這是我個人的 不負責任的猜測 好來 選戰有策略 你剛剛你也講到 賴清德是金孫 背後有很多的大佬 可能蔡英文要應付大佬 我也不會像他這麼重 那就回到今天選舉的局勢 三角都 郭台銘有可能出來 那請問我賴清德 要更勇敢的去做很大 還是我要我的基本盤就好了 因為現在是假設 郭台銘出來的話 會吸掉 柯文哲的票 而且就算 像郭台銘不出來 賴清德現在也還是贏 是啊 所以他就是安全低調 這樣過去 就像他之前選台南市長 然後什麼都不用做 然後基本上就選 對 如果像這種的操作之下 你作為幕僚團隊 或者是你有建議權的人 你敢跟你的老闆說 老闆我們現在就是 去上百零果吧 對 哈哈哈 我不管基本盤 博恩夜夜秀 我們上 我們什麼都上 那我們什麼都不管 然後就是我們就是搶年輕人 然後去 可是我覺得基本盤本來就會投給他嗎 所以跟我沒差 所以 很難講喔 很難講 很難講喔 基本盤有的時候是會因為看不爽你 所以這又回到選戰策略的問題了 就是我到底要趁先想辦法 因為 失敗的案例在去年嗎 對啊很近 陳志豐也是三角都 還是想把他包裝的很有趣 然後失敗了 然後失敗 可是他的包裝的時候就是 回到你說人設嘛 違反人設 違反人設 對他做的一堆選舉的包裝 跟他原本我們認識的他 完全不一樣 是啊是啊是啊 就疫情期 時間的那個形象 就是大家對他信任感 他一出來選的時候信任感突然就消失 我說這個操作超強的 逆轉他的 我完全不認識他是誰 對 對 我不認識他 他的臉書講的話也都不像他講的話 對 現在我們可以大方講 因為選完了 可是那時候我們看就是這種感覺 嗯 Right 這 然後就又 就真的是PTSD 噢噢 所以事實可以證明 我真的沒有在民進黨的團隊裡面嘛 對不對 不然我從去年就不會讓他發生這種事情了 賴清德 現在也早就在做什麼端營了 哈哈哈哈 所以有沒有發現 不要再講我什麼什麼 聲率奪手 我可以接民黨 沒有 不然早就做了好不好 好 那你既然不是民進黨的團隊 你是不是黃國昌的團隊啊 聽說你在幫他做直播 欸你聽誰講的 哈哈 我就聽說的 我聽說的 聽聽他裡面的某一個人講的 對不對 呃之類的 有名的人嗎 欸還不錯的人 還不錯的人 還不錯的人 也算名嘴 我不知道 哈哈哈哈 真笑欸 欸那為什麼我要講這個你不能把他講出來 哈哈哈哈 沒有因為我們私下有聊過啦 ok 所以我好奇是 呃 是怎麼樣的狀況 我不是 好 我跟國昌老師的淵源起源於太陽花 嗯 然後那時候我就認識了他 也認識林非凡 嗯 然後也認識了韓景 然後我跟綠營的淵源 開始越來越熟 就是從那時候開始 嗯 然後 去年還前年的某一天吧 我那天就是 剛好跟 跟國昌老師很久沒有見 我們就吃飯 因為我們早在2019 我就跟他拍過一支吹票的影片了 嗯 然後我那時候也有幫鄭運鵬跟 呃 陳柏惟拍 反正我就是死不 欸你光譜很廣欸 對啊 我就死不跟國民黨拍 這樣 嗯 對 然後那個時候 跟國昌吃飯就 他那個時候就是 他在打街壁的案子嘛 他就問我說 啊你覺得 他那時候是在拍 KFC調查院 國昌調調查局吧 就是街壁的東西 他就問我說 你對我這個影片有沒有 因為我本身其實是做新媒體的 嗯 我做廣告的比較多 我自己也有兼導演 嗯 對 啊我也有 也有養小編 所以你要說 怎麼訓練小編做 因為我本身會做梗圖 我就大概知道 文案怎麼要怎麼寫 就像叫你們去寫 節目的文案 你們一定也很強 嗯 對啊 所以也可以講我是網軍啊 對 然後 那個時候國昌就大概 問我說有什麼建議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其實老師你不應該做調查院 因為大家的人期待的是一個 在立法院 會這樣子罵 然後直播性互動很強的一個 一個黃國昌 所以你應該要去做直播 你就是把你在韓國瑜那裡 觀察到的事情 套在黃國昌身上 對 應該講這一點是比較像 我觀察黃國昌過去的形象 跟他最紅的那些影片 然後我去定位出 我認為他適合做的是直播 而不是YT影片 因為網友會很喜歡 跟他有很直接的互動 或者是看他真的 因為網友的反應而爆起 因為黃國昌也是那一種 我看著你有什麼反應 然後他可能就會聽著你說 凱莉 關於這個東西 你能不能再說明一次 你晚上是不是都在看這些影片 你真的是花很多時間 我花很多時間在選 對啊 可以請你再補充一次嗎 凱莉 你還要解八 他還會解八 凱莉 凱莉我要跟你說 對 要這樣閉起來 對對對 他會這樣 老師對不起 不要罵我 反正我觀察 他那時候認真問我 然後我也認真就幫他想一下 我後來就跟他講說 其實老師 我覺得你應該做直播 看看 我覺得有機會 他說好 好像他在講 你人家口罩要學 他說 他的表情 我現在口罩不來 他會說好 那要怎麼做 對 然後我就有去幫他 大概簡單講一下設備啊 腳本怎麼寫之類的 然後就有去 他的辦公室幫他sell一下 然後前面大家做了幾次之後 其實後面就都是 他的團隊就自己用 因為你也知道直播就那個樣子 對 然後反正後來 他也就 蠻上手的 蠻上手 因為他本來就是 我就是看他是這塊料 他也真的就是這塊料 其實是他自己厲害 跟我沒有關係 我只是那個時候 給了他一些建議 然後教他什麼聊天室 怎麼用 你可能要看著聊天室來講回應 巴拉巴拉的 人家講回應應該怎麼樣 他後來越演越好 他上禮拜那一集好強 他陳明文的那個 他很屌 他直接說 你說我的停車場怎麼樣 我現在就拿出來拍賣 我想說靠 你怎麼的時候會開玩笑 我真的就媽媽 我會不會 他會經常聽到 他會認識你 他會不會 他會認識你 不錯